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我们上一集是讲这个柯妈妈 对 到这个台中杀戮去拜庙的事情 我就是因为眼睛出问题了 所以没有看清楚 看不清楚 看不对 其中讲错了一点东西 对 其实没有啦 我这个眼睛是在我们做完上次节目之后 我到院子里面去 我们砍树嘛 对 我整理了一些树枝 平常我在院子里做空都会戴眼镜 其实也就是戴这个眼镜 保护眼镜一下 保护眼镜一下 那天我想是整理树枝嘛 就算了 不太需要 结果没想到那些树枝的时候 突然有个树枝弹起来 打到我眼睛 所以大家有在外面工作的话 还是要小心 这些保护工作都要做 对 那现在就回到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还想再讲一下 这个柯妈妈 对 这个去拜庙 是 谈这个事情 是是是 因为上一集 我们这个 上了YouTube之后 嗯 很多观众有回馈 接到一些回馈了 对 回馈了 说是我在这个 特别是柯文哲这方面 嗯 是有所 有所失误 嗯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情是柯文哲在后面 嗯 操控 对 他是知情的 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知情的 对 然后说是柯妈妈是配合的 嗯 包括我们 还好我那天虽然讲错了这些 但是还好有他称赏 还好我们家 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一个正义之声 哈哈哈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大家 都被我这个今天的美貌 给迷惑 嗯 就忘记了我有过人的智慧 嗯 没想到 我在上一集就不小心露了出来 被大家发现了 他主要是讲说 柯妈妈不是政治素人 对 所以 我是觉得他就是配合啦 这样子 然后说是安排好的 根本不是什么仇 这个大家就很赞扬他 给他很多加一 是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跟他吐槽 哈哈哈 不是这样子 是 嗯 那我现在就要这样讲啊 因为有观众 呃有这些回应 是 让我再仔细去思考一下啊 我发现 嗯 我确实有一个盲点 嗯 就是观众的回应让我 突破了盲场 对 就是 柯文哲的角色 嗯 你不应该把它忽略掉 对 那 我 我 思考了一下 嗯 我觉得 确实 嗯 确实我在这方面疏忽了 嗯 那我今天 再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 嗯 就是我要把我 上期讲的故事做一点修正 嗯 但是呢 我唯一要修正的也只有这一部分 就是 柯文哲 事先是知情的 嗯 知道他慢慢要去 嗯 我只要修 只修正这一部分 其他我认为我还是没有讲错 嗯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啊 主要 其实 其实运行他已经听过我 呃 你这两天一直有在反复的这个 在讨论 他在讨论 他已经听过我 这个最后整理出来的一个 是 一个叙事 是 就是故事 那很巧的 对 今天晚上 嗯 有出来一个新闻 嗯 就是今日新闻 对 今日新闻它有一个独家的 嗯 它说是独家类幕报导 是 就讲到这个事情 嗯 其中的情节呢 嗯 跟我 就是 过来归纳出来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 基本上完全是一致的 是 但我在这边要讲就是说我并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对 因为我在事先已经是 运行已经听过我的 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 我平常在讨论的时候 我都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嗯 他也会把他的想法告诉我 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对戏哦 没有哦 对 所以他那天在 这个节目里面才吐我的潮 对啊 我们这个是真正的民主 对 我们就是各自各自想法可以 自由的阐述 好 今日新闻呢 唯一有一个不同 嗯 有一个不同 当然这个不同的影响也蛮大的 嗯 第一个 今日新闻认为是柯文哲主动 是 但是我认为是 杨宽恒主动 嗯 另外我还要澄清一点啊 因为 有很多这个观众的反应 是认为说我认为是一个 他们是巧遇 嗯 不是的 我在节目里面从来没有讲是巧遇 是是是 然后我还是强调 是杨宽恒利用了柯妈妈 因为是他知道柯妈妈到了 这个 呃 杀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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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鹿的天皇殿 到了杀鹿之后啊 嗯 有人通知他 才去 才去找柯妈妈 才去见柯妈妈 嗯 这个当然就不是巧遇嘛 嗯嗯 这个我要澄清的一点啊 第一个啊 我的利润基础很简单 现在是严宽恒在选 对 而且是最后的阶段 嗯 所以 是他 需要柯文哲 嗯 而不是柯文哲需要他 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 因为这次的选战到目前为止 据我知道还是蛮焦灼的 还是蛮焦灼的 啊 就是胜负不会太大 是 但是呢 在上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 2020的大选 2020的大选 大选里面 民众党的政党票 在中二选区的政党票 对 差不多两万八千票左右 对 有两万八千票左右 就是除了这个民进党 国民党之外 民众党有两万八千票左右 对 那这一次的选举呢 很显然的 啊 严家 并不需要国民党 对 很清楚 严家的票比国民党多 他不需要国民党 嗯 国民党到现在也没有人去 去去去帮他站台嘛 嗯 他也不要嘛 除了卢秀苑 为什么卢秀苑 卢秀苑是在地的 对 啊 毕竟是市长啊 朱立伦 对 党主席都被他放鸽子嘛 是 他并不需要国民党的票 嗯 他在地的组织票里面 就包括了国民党的票了 嗯 他比国民党还要大 是 没错 但是呢 我刚才讲过 民众党这一块 是他可以争取的 嗯 是他可以争取的 啊 争取多少 算多少 因为很焦灼 也许争取个几千票 就赢了 他整个形势就会流转 所以我认为 是他主动 跟民众党方面表示 啊 你们是不是可以 挺我一下 嗯 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来 呃 呃 柯文哲 他也不是一个 这个头脑简单的人嘛 事实上这么高 他当然会知道 在这种时候 公开跟 这个 颜家 站在一起 对他是不利的 对他是不利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对 对 连国民党现在都不太想 跟颜家在一起 虽然我刚才讲 颜家并不需要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 这时候也不太敢 跟他站在一起 嗯 嗯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 等于说是 好 我可以 帮你的忙 啊 柯文哲帮他忙 当然有他的 他的这个算计 嗯 因为下次选举 他可能会要靠到颜家 是 他这次如果帮了他的忙 就算是没帮成功 就算颜家没有选到 但是颜家还是会感激你在这种时候 还是帮我的忙 但是他又不敢公开 嗯 对他不利 所以他就派他的老妈去 啊 这一点 我就要刚才跟你讲 嗯 我到今天还是认为 他妈妈视线是不知情的 嗯哼 就是说他妈妈并不知道 他是负有这个任务而去的 这一点呢 今日新闻 啊 我刚才提到今日新闻 他里面是这样想的 他也是这样想 他说是他们 他主要是讲说是柯文哲那天跟黄文才 就是他现在的媒体总监嘛 民众的媒体总监 但这个人原先是这个韩国瑜的人 嗯 黄文才跟几个蓝银的金主 这很有趣哦 柯文哲是跟蓝银的金主吃饭 是 然后柯文哲就主动提出来 这就是我跟他不一样的地方 今日新闻说是柯文哲主动 提出来说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暗中 所以他们就研究出来这个办法 有一个可以代表柯文哲的人 去帮助 那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 柯妈妈 他妈妈 嗯 何瑞珍瑞 何瑞英 何瑞英小姐 我们通常是讲柯妈妈 对 我用柯妈妈来说 我这个人很不会记名 有时我连她的名字都忘了 对 她叫我宝宝 总而言之 他们得出来了一个 想出来一个方法 就是派何瑞英去 就是柯妈妈英 直接讲柯妈妈就好 然后重点来了 他们说 何瑞英不知情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安排她去跟这个 这个巧遇 跟这个 言宽很巧遇 言宽很巧遇 然后安排记者去采访 她自然会讲出来 现在你们想要的话 嗯 你们想要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骂林静怡 好 因为柯妈妈每天在家看电视 柯妈妈每天在家看电视 看到林静怡 有一阵子常常在批评 批评柯文哲 柯文哲 气得青筋都冒出来 反正谁骂她儿子 她就生气心就对了 是 所以她一定会 骂林静怡 那目的就达到了 嗯 果然不错 果然不错 那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子 我的看法就是 啊 柯文哲 当然我刚才讲过 我觉得是 对方主动 柯文哲是回应 嗯 刚才那个今日新闻 是柯文哲主动 这是有很大的不同 嗯 但是这个以后 以后都知道了 也许会有一些 大家再去验证嘛 嗯 我都认为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 颜家需要柯文哲的帮忙 柯文哲不敢公开 站在台面上帮忙 就派他妈妈去 嗯 但是并没有告诉他妈妈 还要干什么 嗯 并没有 只是叫他的台北市 新北市的这个主任 安排这个事情 你带我妈妈去 对去 啊 为了避嫌 他还不是一直就到了这个沙路的玉皇宫 对 玉皇殿 喔 玉皇殿 他还是先去那个白沙屯 对 先到苗栗的白沙屯 嗯 去拜妈祖 然后再去这个沙路玉皇殿 嗯 这个在我看来就是要避嫌 我不是直接到沙路去 这样子太突兀了 对对对对 大家就看出来了嘛 我是拜很多庙 我是拜好多庙 这是行程其中之一啊 我是拜很多庙嘛 然后柯文哲后来也在讲 哎呀我妈妈常常有人带下去拜庙啊 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在圆这些东西 对 是 他就到了苗栗 这个先去通宵那边 先去白沙屯 然后就到了这个 啊 沙路 沙路去了 那有一个媒体记者黄阳明 他在脸书上贴出来一个行程 当天的这个行程 这个行程 他讲说是他得到的 但是他说是据说 是柯妈妈当天的行程 嗯 这个既然写 据说我就不敢说百分之百肯定 他是真的 但是他确实是把这个列出来了 嗯 列出来这个东西 跟事情的发展 脉络是吻合的 也是吻合的 是吻合的 那换句话讲就是说 柯妈妈并不知道她有附有这个任务 而是他们已经算好了 你如果到那边去 我们会安排 这个 颜宽和你巧遇 嗯 然后由记者去 赫妈妈事先不知道 她就去了 她真的是去拜庙 这个也可以从袁康恒 为什么在当天上午 才临时更改行程 再赶到玉皇殿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他是在扫街 他们扫街是有直播的 所以他是直播到大概9点半左右 然后小编在他们耳朵摇两句话 他们就立刻关直播走了 所以可见这真的是临时的行程 因为他扫街还没扫完就走了 不是 他当然预期到柯妈妈会来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知道几点钟会到 但是呢 因为现在选战锦罗密鼓 那颜宽恒有很多的行程 所以他就 他就先跑他的行程 然后一直留意 这边什么时候到 到了时候通知他 他这边就停就过去 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在看他的时间上 也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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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妈妈是好像9点40 会到 按照他的行程 9点40是到那个玉皇殿 对 那颜宽恒也是大概就是那个时间 差不多那个时间就到 那个时间就改变行程 离开那个地方到玉皇殿去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 同时发出了采访通知 是不是 他是说 应该是说他们10点多 是在玉皇殿那边先 大家见个面 他10点半就发采访通知说 11点我们要在土基层验餐 是 对 所以可见是都是安排好一系列 是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刚刚讲过 我认为 柯文哲 甚至于他的这个 新北市的这个主任委员 主任并没有告诉 柯妈妈 你去要干嘛 并没有讲 只是说我带你去拜庙 然后到了当地之后 他说 这个等一下 颜宽恒会过来 跟你打个招呼看看你 他中午还会请我们吃个饭 合理吗 合不合理 请问 我认为是合理的 你认为合理 对 这个很正常嘛 假定你是柯妈妈 哎呦 他要来看我 好啊 有人要请客 有要见个面 聊个天 通常晚辈都会比较尊重长辈 就假难听一点 柯妈妈就被了 就被这个柯文哲 跟颜宽恒 两个人设计了 假难听点是这样子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假定 柯妈妈视线知道 她就是要去支持颜宽恒 假定她视线知道 她怎么可能当场翻脸 嗯 她是当场翻脸 对 就是他们到十一点 到那个土积城的时候 是啊 然后那时候因为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然后新闻都说 那个柯妈妈挺颜宽恒 所以就有记者打电话给柯妈妈 这个是有录影下来的 都有 网路上都找得到 柯妈妈就很生气 对着另一 电话另一端说 我哪有极其颜宽恒 我又没有票 我哪有极其 是是 就类似这样 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这个过程还有一个盲点 嗯 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间点上 新闻还没有发出去 真的是 你想想看 那是 差不多是十一点钟的事情 十一点钟的事情 第一个 报纸的新闻是绝对没有 嗯 对不对 但是网路 报纸新闻是绝对没有 嗯 网路新闻也许 也许露出去了一些 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嗯 那个时候 应该绝大多数的民众 还不晓得这个事情 嗯 因为 来跟他求证的 是电视台的记者 是 因为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在前一站 嗯 在这个玉皇店 玉皇店里面的 已经有一个采访了 是 这个采访发回 新闻单位之后 嗯 新闻单位再去来追 追问一些问题 嗯 特别是追问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柯妈妈 你是不是想生一个像 颜宽恒这样的儿子 生子当生颜宽恒 对啊 是不是 不是啊 那是因为那是 网红四叉猫 就在他的脸书上 就是 讲说 因为就是 新闻出去了嘛 所以他就 评论了一下这个新闻 然后在下面说了说 柯妈妈说得好 生子当生颜宽恒这种人 然后柯文哲完全没有这些优点 他其实这一段话是他自己的评语 只是因为他写的方式的关系 让人家以为说 是柯妈妈讲这句话 所以新闻台赶快打电话给柯妈妈 柯妈妈很生气 我哪有说这种话 我也要说柯文哲这种儿子 说这种嚎啸 对 他妈妈真的很生气 他生气是合理的 因为他并没有讲 对 因为那个这句话是 四叉猫自己说的 可是他写的方式 让人家以为说是柯妈妈说的 他写的方式 他说柯妈妈说的好 让人家以为说 所以后来四叉猫自己也道歉 对 就是有点小误会这样子 我刚刚讲的重点就在于说 假定是这个事情已经 已经广为人知 而且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那柯妈妈再收回去 这个是合理的 但不是 但不是 他在吃饭之前接到这个电话 对 对 这个电话只是记者跟他求证 他说哪有 哪有支持颜宽恒 我跟他不认识 我跟他爸爸也不认识 我刚刚讲的重点就在 就在这里了 假定柯妈妈知道她 附有这个任务 是要去支持颜家的话 她怎么可能当场翻脸 不可能的 不可能讲的这么决绝 我根本也不认识她 我干嘛要支持她 她讲了很多 她说我又没有票 对不对 我住在新竹 又不是住在台中 我哪有什么影响力 有什么 诸诸讲此类的 那这个 就是被 柯文哲利用了 讲穿的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 那个颜宽和当场站在旁边 那个表情又很尴尬 颜宽和 这饭要不要吃 对 颜宽和后来自己也讲 自己也讲说 她又没有讲要支持我 是不是 所以这整个事情 在我看来 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刚才特别强调了 我到现在还是认为 柯妈妈 其实真的是不知情 她真的以为她自己 只是去拜庙而已 到了那边之后 陪她去的人 这是她当时她的亲信 这个民众党的 新北市的主任 对 说等一下那个颜宽会来一下 她会给你打个招呼 中午还要请我们吃饭 她就 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去了 不理由她 她也是心甘情愿 掉进这个陷阱 为什么呢 她为她儿子教区 她好小去用买 是啊 很心疼 她讲说是 骂到脖子都大 那个脖子筋都冒出来了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一个妈妈 她就是太爱她儿子了 什么东西都儿子好 不管儿子被骂得对不对 妈妈都会生气的 就跟这个柯文哲的太太 陈沛琪 一样的 陈沛琪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不也一样吗 柯文哲受了什么委屈 她就在脸书上在那边 对 反正就是要护肤 然后她妈妈就要护子 就对了 对啊 所以柯妈妈就是在 不知情的下 不知情况下 挺了严家 被利用了 被她儿子跟严寡婉给推出去 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好啦 老爷说完了 这个东平说完了 他自己的这个想法之后 我 我也要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那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 当初的想法 就是我不认为 柯妈妈事前不知道 我觉得柯妈妈在民众党 或者是在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在柯文哲的政治系里面 不管是任何情境之下 她就是Sakura 我们所说的Sakura 是所谓的暗庄 就是以前有没有那种 江湖郎中卖药啊 都会在那边敲锣打鼓 说我这个药多好又多好 多好又多好 讲的口沫粉横飞 这个时候呢 底下就会有那种 很朴素的阿嬷阿公出来讲 有喔 我有买这个药啊 要多好用又多好用 我有什么平衡都好 就是有一个两个讲的 然后大家旁边的人就开始 好像真的很有效耶 然后加上开始有人阿嬷说 这药要买的 让我两罐 大家就开始抢购了 这个就是Sakura 我认为柯妈妈的就是Sakura 但是我现在就 我就在现在打断你一下 你这个Sakura是不成立的 怎么说 因为柯妈妈当场就说 她不是Sakura 她就说我没有支持Sakura 不是 我不认识Sakura 也不认识她爸爸 Sakura不是这样做的吗 不是 因为我是觉得 一时雨色 不是 不是 因为柯妈妈 不是第一天当柯妈妈 她从柯文哲当上市长 之后到现在 帮了多少柯文哲的事情 这个是事实 对 我不认为她会天真到说 我看到麦克风堵过来 我看到政治人物 因为她自己常常说 她看电视 所以她知道现在在选举 她知道谁是选举人 麦克风堵上来 记者堵上来 候选人站旁边 她会没有这个Sense 说我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有可能被放大 被解读或被怎么样 我认为这种东西就是 怎么讲 你已经有那么多经验了 你到这个年 应该会有一些学习了 你也知道讲什么话 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所以我不认为她是完全的说 我真的就是很天真的来拜拜 然后记者来问我 我都说 旁边这个年轻人多好又多好 然后那个怎样又怎样 就是 她其实并不是真心想讲 颜宽很好 她是想要骂林静宇 她是要骂林静宇 她是要骂林静宇 真的就是这样子 但是她讲的任何一句话 都会造成政治效应 没有错 没有错 这个事情我不认为她不知道 没有错 因为她已经当这么久的科妈妈 而且她每次说话 记者就是做一大篇 她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她是有意识的去当这个Sakura 她也知道我的Sakura 我要维持我的Sakura 就是我不能承认我是沟通的 我是串通的 我一定要说没有没有我不认识她 哪有Sakura会自己说我认识她 所以我要来串通的 一定就是保持她的人设 下次才有用 没有 因为我刚才之所以说你这个不成立的原因 就是说 这个Sakura 后来讲她这个产品不好 对不对 她并没有再继续背书这个产品 这就不是Sakura 对不对 也许 也许她 但是我还是觉得她真的不是 那么天真的说 这个我当然 也许柯文哲出发前有跟她讲 你今天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千万 因为就像你讲的 如果你在这个明面上 我说我就是挺岩宽恒 这个对民众党的杀伤力非常大 所以你只要说你不是挺她 但是你的表现已经 已经表达了一切了嘛 就像你讲如果 岩妈妈真的是在那边讲 我就是挺岩宽恒 这个对民众党的杀伤力很大 因为就连柯文哲 人家记者第一时间问她 她也讲没有我们重力 我们没有挺岩宽恒 我觉得这个他们都已经计算过 有人问你就讲没有 没有这样就好 反正你的行为已经表达一切了 好了我的想法是这样 哈哈哈哈 总之啊 柯妈妈就是在柯文哲的人生很重要 问题是柯妈妈这样子做 你认为她有达到萨古拉的效果吗 对不对 大家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她表现很奇怪 嗯 先说是这个颜宽恒 至少颜宽恒 是一个好孩子 然后说我没有支持她 这不是很奇怪吗 至少颜宽恒有达到她的效果 对不对 她现在声量第三 拜托 她声量高并不见得是好的声量 这个声量高是因为大家在骂 这个柯妈妈跟柯文哲 是不是 这个声量是这样子的 只是这是一个很粗糙跟失败的政治操作 应该这么说 他们如果可以做得比较细致一点 或者是说 有别的方式的话 就不会后遗症这么大 政治效应这么大 可以这样子讲 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柯文哲这个动作 对他个人来讲 还是有效的 因为颜佳再怎么样会感激他的 对啊 所以不管怎么讲 派的这一个还是很有用 有没有用 对颜宽恒 就是对颜佳 有没有用我不知道 但是颜佳心里面会有所感觉的 对不对 好了 那民众党的两万八千票 到底会不会被柯妈妈召唤出来 我们对不对 柯文哲的早演点不在这个地方 真的 柯文哲的早演点就是说 他下次选举的时候 希望颜佳要回报 他的早演点绝对是这样子 他的政治算计也绝对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现在给你一个提示 你下时间来回报我的 柯文哲想的是这个东西 真的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们就看了2022的选举也快了 然后2024也快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他这一招有没有效 对 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 假的 是真的啦 真的眼睛不舒服 对 但是他不是 只是说把它盖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对对对 他眼睛还看得到 盖起来眼睛它不会动 因为里面有点像长睁眼一样 有点像有一个包在里面不舒服 好啦好啦 总之就是支持我们赶快订阅 你要不要再买个铁钩子这样 虎客船长 可以买一个帽子这样 下礼拜换一个造型 好啦 还有啦 到底要不要结束 我想最后再提醒一点 我们这个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谈了很多议题 其实有很多人 水准很差的 骂人很下流的话 经过这一段长段时间以来 很多策略都慢慢淘汰了 是 慢慢淘汰了 但是我还是要劝告各位 就是谈问题 大家都可以谈 我也不是万能的 过去我谈国民党 在 朱立人以前 我可以讲 我对国民党内部的事情 其实还知道蛮多的 但是朱立人以后 其实我也知道不是很多 我只能根据我这么多年 新闻工作者的经验 来看一件事情 来做出一些判断 有的时候 也许会比各位高明一点 有的时候甚至于也会失误 就像柯文哲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 大家讨论可以 不要用骂人的 对 对不对 不要骂人 不要用一些不雅的字眼 或者是用一些改字的方式去 改人家名字 对这个很不好 像马英九被改成马狗 不需要 这样子不会让你的论述 更高明 不会的 只会让人家觉得你太低级 对 因为你表现出来 是你自己的品格 这个其实 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差 但是你就告诉大家 你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大家还是可以 好好的来就理性 来讨论事情是比较好的 是 好不好 大家努力喔 要加油 好 总之就是 赶快订阅分享 按赞跟打开小铃铛 好 就这样子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